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造衛星有關 就是時間 現在我們日常的用途 我們去到最幾微細 我們要量準的時間是很重要的 剛才我們提及人造衛星太空的東西絕對有關 我們以前也曾經提過 有什麼技術可以幫我們做世界上最準的鐘 很多時候就會用到一些叫做 原子、量子的效應 說到電子或原子周圍的某一種的量子震盪 它的頻率是多少 就用那樣東西來幫我們去定一下 如何定義為之一秒 我們就不重複說裡面那些細節的東西了 但是我們叫做 你要怎樣為之去界定時間 界定得準呢 對於很多這些叫做需要即時反應很精準的系統控制呢 是不可或缺的 譬如說 你那個機場控制塔 要控制東西的時間 你的訊號收發 不是說那班機是在第幾秒降落的 而是你的訊號去到機油的機子回來的時候 如果你中間計算的時間也有不差的時候 你去整個那個方位的位置 那個就錯了 那麼全球定位系統 需要你很掌握時間和空間非常精準 精準就是需要到精準的程度 你要找廣義相對論幫忙去做修正 然後就是地球轉快了轉慢了 那你明明是一天24個小時 那就是那個小時數日出就日出的了 OK 那你如果連那個究竟今天會多了一秒少了一秒 你都搞不清楚的時候 或者這些不差累積的話 你就是最後搞錯了這些這樣的 就是叫做怎樣去將這些時間同步啊 怎樣去量一些東西方位 還有就是時間和位置正不正確啊 就會是壞掉的 那麼所以呢 去頒定一個時間的標準 什麼為之最正確的時間 大家一起向某個鐘一起去調整 就是一個很重要 就是跟今時今日科技來講很重要的話題 那譬如美國就是一個叫NIST的機構 就專門幫我們去頒 就是叫做統一度量行的一個單位 就是一個機構來的 那所以呢 所以這次講到就是說 究竟我們地球怎樣去量度時間這個東西呢 又是會跟這個美國的NIST這個機構的事了 但是我們量度時間其實都是跟地球的自傳滿身有關的嘛 那會不會地球走快了走慢了 其實我們的時間的概念我們應該收定 會需要的 地球它需要多久才為之轉一個圈 就是一天的嘛 OK 我們雖然對於一秒是多少的定義 我們可以用一些原子幫我們去定義 但是我們一天怎樣去定義 其實好看地球用了多少秒才轉了一圈的 剛剛是360度轉靚一圈 這樣來去定義的嘛 或者其實我說360度都不是很對的 其實是差一點點的 因為你的地球是不需要轉齊360度 就會是對正太陽的 因為你想一下地球本身 它轉一個圈 如果是 它同時間還要公轉的 它又有自傳又有公轉的 你是不需要轉齊360度 就已經是眼睛正望太陽了 這個你可以想像是一個動態的畫面 OK 那好了 怎麼才為之 就是我的太陽又是再正午呢 一個正午到下一個正午 怎樣去定義呢 其實好看你 也是看地球的轉速的 OK 就是不要說那些什麼360度的問題 你的地球轉快了你就不需要用這麼多秒 你就回到這個角度去望正到太陽 是不是 所以我們怎樣去定義 一天有多少秒 我們現在就說24小時 然後24小時乘60分鐘再乘60秒 24小時乘3600就是一天有多少秒 但是如果地球轉快了呢 那這個數字你就要扣了 或者地球轉慢了呢 那你就要加了 那原來呢 台長你現在展示出來的這個 由Scientific American這個文章呢 他有提到這件事 其實就是我們過往這幾十年來呢 是不停地要 間不中要放一秒下去的 就叫潤秒 為什麼呢 地球轉得越來越慢 OK 那這個習慣我們一直一直有維持的 如果你這個文章一直往下看呢 甚至乎有個圖去展示給你看 我們在哪一年曾經加過這個潤秒下去的 那你可以這裡 譬如這裡再掃下去啦 掃下去下面有一個 這個是一棟棟的那個黃色這個 那麼他就告訴你哪一年曾經加過潤秒下去的了 那麼你會發覺原來都加了幾多的 由這個一九幾幾到現在二零二幾呢 加過好幾次了 就是說呢 這個地球真的轉得越來越慢的 但是呢 慢得來是慢得快了還是慢得慢了呢 那你就看看我們要多久加一次潤秒了 如果我們要很快又要加一次潤秒 就是地球一直是減慢得很快的 那麼現在你從這個圖你看得到的 你會發覺涉過潤秒呢 會越來越疏的 不需要涉得那麼多 就是說地球它轉得越來越慢 但是它慢得越來越慢 OK 會不會有一天突然之間它慢到不再需要加潤秒呢 就是不再需要涉多它沒有慢到呢 基本上OK 現在就說其實這件事是會發生的 那麼這裡首先要講一下 當初為什麼地球會越轉越慢呢 以前如果你遠古時候呢 一天23個半小時而已 但是現在就24個小時了 未來就應該會更加慢的 因為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就是呢 因為地球有潮值 你現在將地球浸在泡水裡面 而且地球還要不光滑的 上面很多凹凸凸凸凸凸的 那麼所以呢 你這個地球自己本身凹凸凸凸凸在一個水裡面去轉的時候就有很大的阻力的 所以你當有潮值降退的時候基本上就是在這裡阻住地球轉的 那麼我們以前也有提過的 那麼這個潮值是其中一個最大的效應是阻住地球轉的 所以总体上的趋势就越来越慢 但是其实不止这个原因 其他东西是主宰着地球转得快还是慢的 比如说在地壳下面那些岩漿活动 如果你的熔岩突然之间就将那些密度很高的东西 推了上来比较近地壳那里 就好像一个流冰的运动员 一路转的时候把手伸开 你会发觉它转慢了 然后如果将那些物质向回旋转軸心那里去摆的时候 就会转得快了 所以地球里面的流质的核心里面 如果突然之间里面有些物质均匀 不是很均匀地分布 多了物质向外面走的时候 或者有些物质被收了去流了进去地心的时候 就令到它有时多了一些物质在外围 有时就少了 那是转速就会改的 就好像你将一杯水 你去搅转转去的时候 如果里面你放一堆冰 放一些不均匀的东西 搅不均匀的时候 你发觉它转得很古怪 很不均匀的 它转速会 地球都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发觉总体上来说 都是那个朝值给出来的阻力 是慢慢令它减慢 就是为主的 但是这句话去到现在为止这一刻还是对的 那为什么会去到这个Scientific American的层面那里呢 就是说现在有预计的趋势 我们需要将这个润庙的习惯 迟早就要摒弃了 因为再过多可能现在说的二十凌三十年左右 地球不单止不会转得越来越慢 不得止 还会转快了 令到你原本加了上去的那些润庙 要扣翻了 就是现在的预计可能在2050年会发生一件这样的事 那其实听起来很匪夷所思的 你没有东西突然推去 为什么自己会快了呢 那原来就回到刚才我说的原因了 似乎是地球上出现了另外一些事 令在它上面的一些物质分布改变了 就不关容岩那些事的 就关于现在台长你展示这个图 就是在南北极的冰母的事 现在就出现了什么事呢 全球暖化 南北极冰母溶解 我们知道海平面上升 然后就是令到那个温室效应更加强 更加容易多了 太阳光照了下来就出不回去 因为少了冰去反射那些太阳光走 那这些我们知道的 再有一个有趣的效应是什么呢 原来在南北极那里少了一些冰 尤其是在南极那里 它少了一些冰去压着下面那块绿地 然后那块绿地没有东西压着它 它就涨了上去 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台长有没有印象 其实我们四五个礼拜前说过 然后地球上的物质就更加多了 就是在南极和北极的位置向上涨了 结果的情形就是 就好像多了物质向中间 就靠近了旋转更多一些 就是多了一些物质就是 原本你有些水 那些水就帮你压着 令到那些东西向外面 就是压开了擠了 令到地球就好像压扁了一些 然后现在的水就溶解了 就摊薄了 摊分了在其他位置 不得了它少了东西去扎着南北极 令到南北极就是胀了 令到好像一个就是 原本好像压扁了一个番茄形状 它拉回变回了一个圆形波波的东西 就有点像那个流冰运动员 就是原本多一些物质向两边摆 现在将它收回来中间多一些 但是椭圆的方向原本是在 叫做南北扁一点 两边就平一点的 但是现在似乎就是反过来 好像整个皮球 你抓住它上下这样一拉 令到整件东西就游 那个变成了一个篮球这样 OK 讲得夸张一点就是这样 一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 多了物质向旋转续靠拢 它就转快了 而且似乎就是全球暖化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这个效应是强强强强的地步是 直接令到你那个潮池 减慢地球转的效应是cancel 不止还要赢了它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 这个就是有一个讨论就是 为什么就是说 我们可能接下来要讨论的东西就是 不单止不是加润苗 我们可能还要将以往一些加的润苗 还要扣回就是这个意思 那如果那个润苗是累积很久的时候呢 它是不是一个实质的影响 变成了整个那个 就是看的时间是不准确的 会是的 这个五叉会累积 就是明明 我譬如地球转慢了的 就是未到的时候 那就已经当了一天 OK 所以现在呢 我是要将它叫做 就是给多一秒下去 给多一秒下去 令到那些东西退了一格 OK 令到它退到正好为止 其实那个概念就等于 我们现在潤越的那个概念来的 其实是 其实是 当然啦 我们潤越的概念就是 我们现在都基本上 保持着呢 就是四年一样就可以了 你不会突然之间说 喂 我们需要加快一点 不如两年一润 好不好呢 就没有需要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这个润表就有趣一点了 它不定期的 而且还会变的 以前就是越来越润少一些 现在就可能润润润润到不润了 润到反过来可能润表是负数 直接扣回这样的 但是如果那个地球那个转速呢 自转的速度呢 是减慢了 甚至可能工转的速度也减慢了 不知道这个应该不会 工转是难一点的 是啊 如果你是自转的速度呢 是减慢了或者加快了 对那个地球那个结构有没有影响 如果只是说这一两秒呢 就没什么影响的 那个结构没什么影响的 就是说真的你如果问我 一天变了有24个半钟 我还会更开心 加多时间 但是现在还没去到改定义这个地步 如果你的润润润润润润很多的时候 不如大家就可能说 喂 我们直接把那个 不如将一秒的定义都改了 就是现在的一秒不如拉长一点 这样就算了 可能会这样做 为了想继续一天有24个小时 如果你不想妥协的话 就可能不如这样吧 一天就加多一个小时 一天有25小时就变成这样了 但是你要累积到多少次润秒才能够做得到这个效果 74个小时 你可以由它乘回那里 因为你一个小时就有3600秒 你要做多3600 你觉得你突然之间短期内要做多3600次的时候 就不如考虑就不要润秒了 润分或者润时了 甚至乎就像这样 所以始终地球的时间概念 還是以地球的自轉作為一個基準呢? 其實是的 我們不小心生理時鐘都會是這樣 另外有時候潤廟是很麻煩的 我們就譬如知道 它盡量想 在半夜時間潤 這樣就不太影響日常生活 其中有些大家很喜歡在半夜一兩點做這件事 就不會特別是十二點 因為發覺十二點很多人還沒睡 還有會影響你計算那一天 到底是怎樣算 你就最好等那一天 日期已經進去第二天了 才去搞它 影響會比較少 但是也試過出事的 就是在這個文章比較下面的時候 它講到上不知哪一次潤廟的時候 影響到澳洲一些航班的問題 令到它的系統受到影響 這些事情是可大可小的 現在整個地球24小時都有某些人在做事的 是的 是的 你不可能說突然間有一段短的時間 全地球的人是睡覺或者不做事的 所以它選擇這個 因為以前我們在電腦部 我們都看過這個問題的 譬如說剛剛攝政的時間做一些活動 現在改了時間 可能令到那個電腦的記錄出了問題 是的 是的 所以這個潤廟的問題 都是要小心處理的 竟然是要和它這個氣候變化 全球暖化 那些兵母溶解這些有關 這個都是一個挺意想不到的效應 嗯 這次有結束 我們下一節就回來的